麻烦请张部长 张部长 李文豫好 本席今天要咨询的题目还是产创条例 这从我们投影片上面可以看出来 关于产创条例的这个部分呢 到今天为止 今天是第五次 第五次咨询部长 那么其实本席的问题还很多 但是我希望就是说 部长呢 能够尊重委员 充分的配合备询 那么在今天咨询之前呢 我想先确认一下 我们在11月21号咨询的时候呢 部长曾经确认了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关于产创条例第十条的规定 这个里面呢 其实对于研发的抵减的部分呢 并没有100亿的这个限制 这个是第一点上次确认的 第二点呢 是上次也确认了 因为财政部对于这个产创条例的 税事支出的税损的评估呢 做了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呢 是在10月8号 第二个版本是在11月1号 在10月8号的版本里面呢 虽然有一个147亿的税损 可是在我们11月21号的时候 确认应该要用我们11月1号的 财政部的报告 这个部分产创条例第十条的部分呢 是它的税损是零 也就是说因为它并没有100亿的这个限制 那么在原来产创条例第十条 经过立法院通过的条文里面呢 并没有授权财政部 可以会同经济部自己做一个金额的限制 所以在这次里面 我们单纯的加上去一个行政部门 不可以做出跟法条规定相冲突的 加这样的用语的话 在税损上面来讲 它的税损是零 这个在上一次部长您也确认过了 那么第三点呢 我要确认的一点呢 这一点呢 在上次部长 你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呢 我也不要占你的便宜 我再讲一次 产创条例第20条之一 我们上次有提出来 产创条例20条之一 上次我询问部长的题目呢 是说 因为产创条例第20条之一啊 它的关于它的适用的范围 就包括 还有它的条件 包括什么样子景气景气的指数会适用 什么样子的产业会适用 什么样的投资额 要征雇多少国内的员工 还有核定的机关 申请的期限 这些呢 都是授权行政院来订定 所以换句话讲呢 产创条例的 这个20条之一啊 我们俗称啊 叫做经济救生圈条款啊 也就是说 国内的经济快要被淹没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行政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授权 紧急的一个措施 定定出来 可以激励我们台湾经济的方式啊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本席呢 在11月21号的时候也询问部长说 那么在行政院确实的订定出来 它的条件之前 以今天行政院还没有订定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税损应该是零 部长您同意吗 这样啦 因为税收损失一定要估算啦 首先当然我对李委员您的坚持跟专注 我表示敬佩啦 那我再说明一下 你要是为人民的 为台湾好的 我表示敬佩啊 我们都应该做 对对 那这个税收损失我也跟委员报告啦 一定要用估算啦 一定要找一个数据来估 你不能说还没立法通过就没有税收损失 我刚才在讲了 我们投影片上面也可以看出来 第20条之一啊 它是有条件的 这个条件呢 您算出来的税损的数字 并不是将来行政院 他要认定的部长 你怎么可以拿你自己脑筋里面想的东西 去祸弄行政院长或者总统呢 那我们不应该估算税收损失吗 你应该讲 你应该讲的难道不是说 在这个办法没有订定之前 它的税损是零 那如果将来办法订定之后 这个税损究竟是多少会是 行政院订定的办法而定吗 这个难道不是一个事实吗 我们就是估算订定办法之后的啊 订定办法之前都还没实施到 部长 对啊 您怎么知道行政院 您是行政院院长吗 您是将来我们碰到有这个经济景气 我们讲 我刚才已经重复了 事实上我现在的话 我至少讲了十遍以上 我相信所有财政委员会的议事人员 他都坐在这里 他听了这么多次 我不相信他听不懂 部长 我再说一次 我再说一次 这个经济救生圈条款式授权行政院 是当我们台湾经济的状况有困难的时候 他去制定的 请问部长 当您在做这个估算的时候 您用到您的依据的时候 您有没有网上报说 这个数据呢 跟将来行政院订定的不见得相同 您的这个数据呢 不见得是真正的一个税损 您有这样报告吗 部长您没有啊 数字都很清楚 您没有啊 您只给了行政院 我们根据几年的成长力是怎么样 全部估算的公司 你又来了 什么叫又来了 我也给委员了 所有的人 我估算的方法都这样啊 所有的人 他在看这个条文规定的时候 你只有二十条之一的部分呢 你没有做任何的说明 在你的第一个版本里面 你就指出来说 这个税损会有226亿 在你的第二个版本里面呢 你就讲到 他每年有131亿 到159亿 然后呢 他累计的这个金额呢 税损会有398亿到795亿 所以呢 你用的这个795亿呢 当场把行政院长 当场把整个行政内阁呢 吓得一身冷汗 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够推 但是部长 您这样是一个负责的态度吗 这个条文 在我们投影片上面 白纸黑字 写的这个条件 将来是由谁来定定 您现在用以前的数据 去推论未来行政院 他在定定这个办法的时候 就是会依照 您以前的数据 会这样子吗 部长 以前你到高雄的时候 有高铁吗 没有吧 你以前到高雄的时候 开车要几个小时 八个小时吧 今天你坐高铁 三十分钟可以到吧 那你可以说 你估算今天的车程 从台北到高雄的时候 你用以前八个小时来估 这样对吗 部长 我请教你 以这样的一个情形 你没有符合现实的状况 用你自己脑筋 闭门造居的数据 去做出来一个数字 用一个七百 一个条文 一个条文 你的税损讲的是七百九十几亿 哪一个人不会被你吓死啊 我们真的将来碰到经济救生圈条款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授权行政院 在经济景气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让行政院能够救我们的台湾的经济 为什么不可以 部长 我真的要拜托你 你麻烦你要用中立的心 中立的态度 开阔的心胸 为我们台湾 为我们台湾的经济 能够做一份贡献 我们再来看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还要再讲下一个 产创条例的第十二条之一 产创条例第十二条之一呢 部长 在第一个时间我们提出草案的时候 您就跟媒体放话说 我们是在独厚企业 部长 我再一次给你看条文 产创条例十二条之一啊 里面讲的不是讲的是 我国国民吗 我国国民或企业 我国的国民 如果有符合部长 你没有看到我们这么多的年轻人 他们在海外拿到了多少的奖项 当我们在做出这样的条例 鼓励他们 鼓励他们研发 鼓励他把台湾的产业能够透过研发 达到产业创新 产业升级的情况之下 部长 您居然对媒体放话说 这个产创条例的修正 是为了独厚企业 独厚财团 部长 我拜托您要深思 那么另外一个我要提到的 也很重要的呢 是我们希望财政部呢 真的能够用开阔的心胸啦 为什么 我们看到产创条例啊 第一条 产创条例第一条 开中民意讲 为什么要有产创条例 是为了要促进产业 创新 要加强我们台湾的一个竞争力 所以产创条例它在适用的时候呢 第一条 第二项里面说 它适用的对象是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部长 按照产创条例的规定 它授权财政部跟经济部 去订定出来一个减免的一个办法 部长 您看过您的减免办法吗 您没看过 我相信 我想您提的案 其实也问了五次了 我很遗憾了 第一个 数字跟你沟通 你也听不进去 然后一直坚持 我向媒体放话 部长 你真的不讲道理 你真的不讲道理 我也没有放话 你的数字的荒唐 怎么估算的 也知识公文给你了 部长 您的荒唐啊 就是说您的数字的不合理性 我相信所有人都可以听得懂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要这样坚持 那我要提到的就是说 在它适用的范围是产业 还有工业 还有服务业部长 您在制定这个适用的 这个减免的这个办法的时候 为什么你只适用在工业 我们台湾的农业 我们有这个石斑的养殖 我们有精致的农业 这些他们都适用啊 为什么你在定你的办法的时候呢 你都没有把它含进去 另外呢 我们的服务业 我们的服务业 台湾的服务业占台湾的GDP的七成以上 它的产值呢 占台湾的只有占三成左右而已 为什么 我们今天台湾有七成的服务业的人口 我们这些的人口不仅仅应该是要在台湾本地生根 我们的服务的品质 应该是能够跨国际到国际上面去的 可是我们看看我们的研发 经济部做出来的报告 我们台湾服务业的研发的投入只占了0.2% 我们是美国的不到它的四分之一 你可以讲说美国大 那我举个例 按照经济部的数字 我们的投入呢 是我们新加不到新加坡 新加坡比我们小哦 我们的投入的数字是不到我们新加坡的三分之一 我们天天讲我们要跟新加坡比 我们天天讲我们要跟韩国比 我们到底投入了什么东西 你允许了让我们的行政单位 提出来什么样的一个经济措施 是可以鼓励我们台湾的产业 不管是个人 不管是企业 他可以投入研发 为我们的产业带来创新 为我们的产业带来能量 为我们的台湾在我们国际市场上面 能够拔得头香 在创造像类似以前四小龙的情形 部长你没有 我看到每一次任何一个经济法案提出的时候 我都看到部长你在第一个时间里面反对 部长时间的关系 我看到主席已经有暗示了 所以我会再留在我下一次 我还是要继续询问你 以上谢谢 好感谢 所以请回